出生于四川沧溪的穷孩子 从军17年 不放过任何一个填充自己的机会 一步一个脚印 在大连谱写出自己的商业传奇 他热爱足球 喜欢歌声 曾被称为最接地气的中国首富 他秉持着军人严于绿脊的风格 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 他本该叱咤商谈 风光无限 2019年 仅一年的时间 他的资产从1566.3亿元 狂跌至883.9亿元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排名从第四位 跌至第14位 他就是那个口出狂言 要我们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方说 我先挣他一个亿的王健林 1954年10月24日 王健林出生在四川省广原沧溪县 原霸镇的一户比较贫穷的家庭中 他的父亲王毅全是一位老红军战士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光荣退伍 一小时候 退下来的王毅全被安排成了一位林业工作者 在工作之余 他经常和大儿子王健林 讲述自己在部队的故事 讲他的经历 这让小小的王健林十分震撼 父亲也成了王健林心中的大英雄 久而久之 王健林打心底里 对解放军崇拜起来 王健林想要成为一名军人 这个思想不可动摇 穷人家的孩子往往很早懂事 父母去工作后 王健林就是照顾四个弟弟的主力军 1958年 四岁的王健林随父母一起离开了原霸镇 转而到阿霸州金川县生活 在那里 王健林上了小学和中学 因为他是家中孩子的大哥 父母一直要他给弟弟们树立榜样 王健林也是十分好学 他的成绩一直不错 各方面都不让家人和老师担心 15岁中学毕业的王健林进入了当地的营林处当职工 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的王健林 撇不下内心的渴望 工作一段时间后 辞去了工作 他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过兵的人对部队和国家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 王一泉也曾为军人 他十分支持孩子参军 就在王健林即将16的岁这一年 他来到了东北 成为了吉林省军区某驻地的一名军人 从此 他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旅生涯 二 军旅生涯 三 东北的冬天多冷啊 即使王健林打小开始吃苦 也没有想到部队的生活会苦到这种程度 大雪了风山 战士们却进了山 为了锻炼战士们的体能 也为了让战士们拥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他们要在银庄宿国的大山里攀圆 在茫茫的雪原上徒步行走 这对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来说 考验的可不仅仅是体力 还有对意志力的磨练 作为军人的儿子 作为红军的后代 王健林怎么会向部队训练低头呢 参军之前 母亲可是跟他说过 你父亲也是老军人了 你当兵要争取超过你的父亲了 王健林摇起牙关 积极投身部队生活 第一年他就当上了五号战士 适应了部队生活的王健林 渐渐对别的事情感了兴趣 他觉得自己有着大把时光 为什么不去充实自己 他思虑再三 最终报了辽宁大学的韩寿班 成了一名学生 因为是军人 身份和岗位都有些特殊 王健林和部队其他的战友一样 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完成课业 1974年 王健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党员 也是这一年 自学三年的王健林 在自己20岁的时候 拿到了辽宁大学的毕业证 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部队的生活造就了王健林十分自律的性格 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也坚持健身 学习的习惯就源于此 1978年 王健林的部队生涯开启了新的篇章 他在部队晋升的同时 进入了大连陆军学院学习 并于一年后顺利毕业 毕业后的他留在了大连陆军学院当参谋 在岗位上工作表现不错 后又被调动至宣传处工作 从没有接触过宣传动员工作的王健林迷茫了一瞬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既新鲜又十分具有挑战 但恍神之后的王健林十分兴奋 挑战就意味着有了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机会 他拿出刚进部队室的那骨子冲剑 一头扎进了宣传工作中 当你犹豫不决时 不如把胆子放大些 跨过去 你就会遇到更好的自己 王健林就是这么做的 1983年 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的王健林 进入了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 并于三年后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士学位 顺利毕业 这短时间的学习 也为他从商奠定了基础 三毕业 从学校毕业后 王健林回到大连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 王健林回忆自己的部队生涯时曾说过 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靠的不是身体的强健 而是一直要坚持到底的信念 人做任何事 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 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986年 王健林32岁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他从部队转业了 转业后 王健林成为了大连市西港区人民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那个时期 中国的创业大潮风靡了全国各地 到处都是下海经商的人 受到创业大潮的影响 怀着一定可以成功的心 王健林放弃了现有的美好生活 开始做房地产 那一年是1988年 他34岁 刚进入房地产行业 王健林帮助大连市西港区住宅开发公司 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 顺势做了公司的总经理 一年后 适逢中国国企改革 王健林接管公司 那一年 他遇到了第一个创业难关 资金不够 没有项目 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 王健林跑遍了亲戚朋友的住处 等借到了钱 拿到指标后 又到处找项目 当时的是领导批给了他政府北侧的一块地 那块地是好家个国有企业 因为改造费用太高 收不回成本 而拒绝做的就成改造项目 王健林不怕 他投入所有的资金 还欠了钱 孤注一掷地进行了就成改造 他别出心裁 再处住宅里设计了明厅 独立卫生间 还配备了房道门 铝合金窗户 即使当时定价比很多地方的房子都贵 但一千多套房子 一个月就卖光了 王健林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一千多万元 1992年 大连西港区住宅开发公司改制 成立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王健林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 他接了个政府干了一半的工程 没成想刚和政府签完约 就突然遇到全国治理整顿 为了两千万的启动资金 王健林做了所有资产抵押 但还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 因为项目是从政府手里转出的 当时政府也给他的帮助 指定了一家银行给他贷款 刚觉得瞌睡就有人递枕头的王健林立马出发 去找这家银行行长办手续 但没想到的是 前前后后找了五十多次 每次都找不到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 行长却一推再推 他一天天地去 却看不到希望 没有办法 王健林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银行 但不管他如何努力 都贷不到钱 在这个一筹莫展之际 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发放债券 一个民营企业发债券 还面向市场保证回报率 这是多么大胆 但没想到 王健林就真的有这个魄力这么做了 债券的发放 使万达从悬崖边 一步步退入安全线 王健林也从破产的边缘往回走了 在1993年初 解决这个项目的全部后续问题时 王健林的精神开始恍惚 他九天九夜睡不着觉 吃药也毫无用处 直到第十天 王健林一头栽倒在会议中 他才开始接受质量休息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国家为拉动内需 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 明令禁止单位集资建房 商品化住宅时代到来了 王健林从这时候开始意识到 房地产会有大变化 他决定改变公司经营策略 进军商业地产 2000年万达为了引进人才 打响品牌 果断参加了千里之外的深圳举办的助交会 他不仅重金赞助 还租下300多平米的展厅 惊讶了举办方 打响了万达名字的同时 王健林亲临现场举办专题招聘会 最终将200位精英人才 纳入麾下 从深圳带回了大连 千禧年 有了人才 名气和资源的万达开始了转型之路 四转型 2002年 48岁的王健林提出城市综合体的概念 在建筑群的基础上 建造以商务办公 餐饮酒店 商业零售 公寓 娱乐于一体的城中之城 随后又借沃尔玛等国际企业的助力 开商场影院 杀入旅游业 文化创意产业 2006年 万达集团成立自己的酒店管理公司 四年 万达百货正式成立 万达成了中国第一个进入此行业的商业地产公司 2013年 净资产860亿元的王健林 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付 四年 万达上市了 紧接着的几年 王健林又多次问鼎中国首付的宝座 2017年 在各个方面大手大脚的万达负债了 由于海外投资过多 万达资金链断裂 补不上欠款的王健林 开始将手中13个万达城 70多家酒店 37家万达百货 数十家万达广场 长白山度假区 公开对外出售 就算这样 财务上的大窟窿也没有填平 到了2018年 万达的债务高达4205亿元 没有办法 王健林继续变卖产业 2020年 新冠疫情严重 万达电影城关闭数月 外界几度传闻万达即将破产 这一年 王健林报售不止 仿佛一夜间变老了不少 2020年中后期 以及2021年初期 经济复苏 万达重获新生 电影院更是获利颇丰 加上之前的产业变卖 王健林终于将负债减少 到了2000亿亿利 多年蝉联中国首富 登过顶 跌过跤 王健林始终不向命运低头 总有那么一些人 能从底层走向辉煌 顺发于权武之中 复说举于板柱之中 焦力举于于言之中 既能白手起家 相信王健林亦能在晚年 力挽狂澜 解救万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